与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黄春豪 比较特别一点 就是像R&B 或者是Hip-Hop 首先我签的话 我一定会签一个 我教他之后他能够继承我的一些唱歌的方式 跟写歌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可以继续传递我的音乐风格这样的一个人 我写的歌他可以唱 我写的rap他可以按照我的flow唱出来 或者是我写的音乐然后他也能唱得出来 我觉得唱功一定要好 我不看他这个人以后会不会赚钱 或者是会不会有人气 但我一定要看他能不能唱出我写的东西 或者是唱出他自己想要唱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的重要 好棒 我写的歌 这个歌 I'll be the reason for the tea drops on my guitar 黄子涛 黄子涛 因为黄子涛是真正的歌手 我觉得新出的音乐了 但还没出呢 所以其实我的歌 快乐男生的话 有吗 有吗小夏 有适合快乐男生的歌吗 好像还没有 应该后面出的结束影响不了 任务卡 请唱一段一小段你的歌 当中尝试融入二次被用一七块男的口号 随我 为今年的快乐男生们加入打气吧 这是 是 Man we got the fire Man we got the swag Man we got the fire Man we got the swag Man we got the swag Man we got the swag Man I got them You got them You just about to get up The rap people in all the rap places in the night 不管是谁都没资格让我改变 You got it 随我 我觉得 她还可以再稍微 唱的稍微正常 有点深圈过度了我觉得 因为中国的rap为什么不行 是因为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新的唱歌 她的flow永远都是存在 很平淡 什么不行 都是按照中文的音标念出来 明白吗 所以听起来 就是很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反正就是这样的rap 我觉得 中国的rapper应该都是这种唱rap 所以我 不错 不错 我知道 那些夏天 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 代替梦想的 也只能是面为其难 我知道 吹过的牛皮 也会随青春一笑了之 让我困在城市里 那就这样吧 那就这样吧 在爱都去容忍散了 那就这样吧 在爱都无需挣扎 快来抱一下 我就会唱那么及时 你给我看了真男的视频 我特别怀念那个时候 我一想那个 就特别心里不舒服 我从准备 方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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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怀旧啊 哪个战友都想你 哪个战友都想你 或者是 成功也好 失败也好 我觉得这都是你人生当中一次最好的磨炼 很多人都是 需要一个机会 慢慢慢慢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你需要受到很多的挫折 慢慢慢慢让自己变得强大 那唱歌也一样 你刚开始在舞台上 可能会 不会 跟自己想的一样 特别的 放松自我 但是我觉得 时间跟你的一些经历 会让你变得越来越好 所以不要 因为一点点的挫折 或者是 别人的一些批评和导师的一些 对你的一些教导 因为这些话对自己失去自信 我觉得 无论如何 都要 找到自己的自信 找到你最真实的你自己 发挥出你自己最好的那一面 所以 夸张男生是你们 最好的舞台 希望你们能够来 展现出你们最好的自信 我会看你们的 加油 如果有好的 我会牵你们的 来吧 其实我没有胖太多 还行 看着照片起来 不会特别胖 一定是我